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天2023年4月27日 今天很多很多新聞 而這些新聞全部都是好消息 有關姜濤 大家等了很久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我相信大家等這一天 等得頸都長埋 所以今天有很多消息 高登仔會和你們分享 今天非常之感動 終於等到姜濤的自家品牌出場 今天你真的要去一去時代廣場 你就知道什麼叫人氣 什麼叫做海嘯式去支持姜濤 在場整個時代廣場都是姜濤 你在場簡直感受一些氣氛 我們一起玩唱歌 一起大叫姜濤 很開心很開心 雖然高登仔就落不了去下面 因為原來我今天也是去時代廣場 我已經很早去的了 告訴你五六點已經去的了 搭我的士去的了 但原來我去到已經有人在排 我都遲了 但我都OK 我都站在欄海裡可以看到整個過程 後來我懂得有些姜濤 然後再給我推前一點 走前一點再拍片 大家可以在我的後備頻道看到 我貼了連結 大家儘管去看 支持我的後備頻道 還未點擊的 還未登錄的去看 今天很開心 姜濤終於出自己品牌的衣服了 整個過程就是幾個部份 其實當中有很多很多東西可以說 但我先講幾個重點 他介紹他那個品牌的理念 其實之前高登仔都猜得沒有錯 沒錯 真的太興奮 對不起 去到你就感受到那種興奮 還有那種開心 姜濤的自家品牌 他基本上去到99 他就以一個倒數的形式 所以他第一件衣服是99 然後是99 97 你可以看到他慢慢倒轉 他說每一個數字就代表一個品牌 一個產品 一個產品 慢慢倒數 他亦都會出童裝等等 他就希望這個人生必造99件事 就融入他這個品牌之中 讓大家拭目以待 逐步逐步推出他的品牌 今天他穿了一套Casal的衣服 即是Casal的西裝褲 加一雙黃色鞋 真的非常的帥 還有當中的打卡位 都示範了一次給我們看 真的謀殺了吳小菲 真的很棒 今天簡直是大家在一個姜濤的城市 好像開一個新的品牌發佈會 所以這個品牌發佈會 簡直是可以比美一個世界級 國際級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有牌 接著最開心的一件事 我想很多姜濤都很開心 這個品牌亦都會出童裝 童裝系列都會出童裝 這樣就稍等了 當時我們就一定要賣爆了 不用說了 在場 接著姜濤就下台 跟我們一起去拍照 我們都趁機會 唱了一首生日歌給姜濤 預祝他生日 雖然今天是4月27日 還有幾天就生日了 但我們都不知道 到時候見不見到他 4月30日 可能他在做其他事情 或者他不知道出現在 姜濤灣 尖沙咀 旺角 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我們在抓緊一個機會 不愧為姜濤 我都要稱讚自己 真的馬上去唱一首生日歌給姜濤 給他一個生日的經驗 他都很開心 我看到他都眼濕濕 見不見到他 其實我看到背影 整件事很開心 今天好像一個嘉年話 雖然短短的一個時間 但是我很感動 我很感動就是姜濤 終於可以出一個自家品牌 因為我自己有一點點私心 因為我看到MIRROR 每個人都開餐廳 又製造品牌 我心想 為什麼這麼久都未到姜濤 為什麼這麼久都未見到他呢 當我第一次去日本 跟古巨基太太一起拍照 傳媒報道 她會準備一個新的品牌 我已經很開心 到等到 今天 我今早早去排隊 很迫很迫 整個時代廣場都是人 我告訴你 我去這麼多次時代廣場 我告訴你最多是這次 最多是這次 就算上次MIRROR的展覽 都沒有這麼多 這次真的迫到水舌不通 直接你散場的時候 你如果有去 你知道散場都很難散 太多人了 雖然多人 但我們都很受跌進 整個過程真是一個很開心 整個嘉年華 還有在場 在場真的很多很多人 大家都大叫姜濤 大家都想跟他握手 但當然這麼多人 太多人 未必可以 所以 我想整個過程都很開心 因為真的 沒得說 這個這樣的活動 我告訴你真的要搞多些 其實我自己貪心 我自己貪心就是 如果每出一個新的品牌 每出一個 不是新品牌 每出一個產品 我覺得真的要搞合法部會 這些真是很開心 還有我見到 見到姜濤都很開心 他自己都笑了出來 我看到他很開心 你起碼看到姜濤 是為自己的品牌 用了很多力 用了自己的品牌 出了很多心 遠飛日本去設計 拍宣傳片 還有拍眼照 到今天 他以一個老闆 今天我們終於叫他姜老闆 我告訴你 我想叫他姜老闆很久 其實 我們一直未有機會 但是今天 4月27日 大家真的要記住 2023年4月27日 終於可以叫他做老闆 姜老闆 出自家品牌 我們有慶幸 在香港見證他 開始的一切 開幕的一切 說明的一切 他自己親自說明的理念 我告訴你這個理念 真的跟其他品牌完全不同 他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一個理念 我告訴你 我高登仔 非常支持 認同 直接認同姜老闆 一切的言論 他對於這個品牌的理念 我覺得很清楚 很明白 人生在世 非常有限 必做99件事 必買99件產品 就是姜濤這個品牌的觀念 叫我們珍惜眼前人 珍惜原材 加上出同姜 很明顯 他就是一個很慈乎的形象 不單止出大人的裝束 還有出小朋友的裝束 我告訴你今天真的非常感動 還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說 還有很多事情 今天除了姜濤之後 然後我們還參觀了 我和幾個姜濤一起參觀了整個 整個 時代廣場不同的打卡位 拍了很多很多漂亮的照片 真的很開心 這個真是我自己不生難忘的日子 4月27號 真是浩浩 又接近他的生日 又是姜濤月 是吧 又去出自家品牌的日子 我可以在香港 置身其中 近距離 接觸到姜濤 看到姜濤 聽到她說話 親自去解釋 什麼叫做她的品牌 我真是無悔 真是 如果我不在香港 我怎樣可以感受到這一切呢 我想在場聽我的頻道 如果今天在場在時代廣場的時候 你一定是感受到我這種興奮 我都不知道怎樣用言語去表達這種興奮 你只要看到姜濤 穿起自己品牌 介紹品牌的時候 真的完全瘋癲 是吧 但我們都很受諜 我們沒有去disturb 沒有去打斷她的話 即是說話 是吧 你即是感受到高登仔那種氣氛 還有我們在場有一班姜濤 都很開心 希望真是未來的日子 陸續有來 還有最緊要 她當一賣這個產品 買爆 不用說 立刻賣斷線 是吧 每一件產品 99件 高登仔衣雞 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 弘縣 就是將我所有 將姜濤 所有這個自家品牌的產品 全部買一隻 99件產品 全部買一隻 留為紀念 是吧 當然我自己的 一定要得到大家的支持 贊助 可以繼續去這個品牌 贊助姜濤 支持姜濤 我真是開心得不知說什麼 總之是很開心很高興 今天值得幾了的日子 我身處她的旁邊 開開心心 一起去講這個品牌 不得之了 是不是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在場的興奮 真是不知說什麼 但是我要繼續這條頻道 繼續要講今天應有的資料和新聞 好 這樣就這樣 我再有新消息 我再跟大家講 姜濤的個人演唱會 有消息 之前高登仔都在不同的影片 都解釋過 今年是2023年 姜濤發展的一年 所以我之前都說到 姜濤是會開個人演唱會 這些我一再強調 我在這個Murky View裡面 是完全不認識別人的 亦都沒有內幕消息的 純粹是我自己個人的分析 因為我多數具體 今天終於確實了出來 亦都有傳媒報導了出來 各位等到鏡都唱完 姜濤演唱會 姜濤演唱會 在今年的8月3日至5日 在這個阿博那裡舉行 雖然在阿博就遠一點 但是也不會阻礙到我們大家 姜濤去支持姜濤的演唱會 第一個自己開 你想當天想一下西九文化音樂節 短短20多分鐘 姜濤的表演已經令我們回味無窮 那時候簡直當是姜濤的個人演唱會 但是當然並不滿足 作為姜濤 我們真的希望 切切實實 有一個真正的個人演唱會開 但是你說如果再去紅館 現在暫時 我相信 機會微一點 因為可能公司那方面 在上次意外之後 要再去紅館 是要一定的難度 所以這次 我之後再會說MIRROR演唱會的時候 又發現到一些東西 先說完姜濤的演唱會 終於有傳媒收到消息了 但是這次個人演唱會 並不止姜濤一個 還有其餘三子 Anson Lo Edan和Jer 但是 有一個編排次序 很有趣 這樣就不會在阿博那裡舉行演唱會 他在九展那裡舉行演唱會 而這個 其餘的三子 分別由這個 Anson Lo 就在7月的尾 姜濤就在8月的3號至5號 Edan就8月26號至27號 Jer就在7月的頭段開演唱會 編排就是這樣 記得上次西九文化音樂節 姜濤先唱歌 然後Anson Lo 這次他反過來 由Anson Lo在7月尾開始 8月初才到姜濤 最後才是Edan 但是如果說到地點 Jer就會不跟他們 跟著這三子 就會在阿博那裡舉行 其實老實說一句 他怎樣編排 其實都不會影響 因為他們個人演唱會 即是說他們不會 CALL OVER 他們不會突然在Edan演唱會出現姜濤 姜濤演唱會不會出現Anson Lo 等等 你不會混在一起 應該 我希望這樣 你不要一直混在一起 但是 我自己 就真的 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如果去買票的時候 可以獨立買 當然最好 但是 萬一 大家網友都有些想法 就是 萬一 他一個 叫做 捆綁式的買演唱會 那大家怎麼辦呢 譬如我講 因為姜濤 Anson Lo 和Edan 一起在阿博那裡舉行 那我要一次過 買了這麼多場的演唱會 才讓你買 他不讓你獨立買 那大家又怎麼辦呢 我希望 就不會好像網友說 會這樣成真 還有我覺得這樣 亦都會令到別人很反感 老實說一句 如果你要捆綁式 這樣買門票 那誰去買呢 譬如 如果 如果 有些姜濤 這樣才算 他自己都是一些 只是想欣賞姜濤 但是你捆綁式 就逼著我買了其餘兩場 即是其餘兩位的演唱會 然後我最終又不去聽 結果 就變成了這個 夏兆星說的空凳 這樣就不太好 所以我都勸勸 如果買票的時候 就拜託 獨立買 譬如 Edan說Edan 姜濤 姜濤 我們可以只選擇姜濤的演唱會 這樣就比較合理 另外一些網民就說 為什麼會篩了阿Jer去 狗錢呢 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 有網民就說 會不會阿Jer是比較下延一些 所以就 編了過去那裡 我覺得就未必 我想可能是預訂期的時間 因為 為什麼你看回那個預訂期時間呢 他們幾個預訂期 全部都拉開了 他們不是說 黏在一起開的 他們是分開一起開的 所以以高登仔的分析 就不會好像網友說 會用群網式 希望 我想如果這樣分開 應該都是獨立的買 可能逐場逐場的買 但是你說 如果在於高登仔 我會3月 即8月3至5日 我盡可能 他可不可以買完三場 我都可以看 因為老實說 如果姜濤開個人演唱會 我一定全力支持 是吧 反正在香港很簡單 就問我 我乘任何車 走路都走到去 阿博冠雖然很遠 起碼我自己可以 親身去感受姜濤的魅力 演唱會 還有8月很近 3個月左右 可能真的剛剛3個月左右 如果他真的在香港開演唱會的話 真的要全力支持 到時候我會帶上 無糖可樂進去喝的 如果他給喝的話 是吧 製造燈牌 一起開開心心 可能到時候 後援會 或者是 各個姜濤的大小鐘群 就會幫我們製造 所以不用怕 不過我自己都會製造 總之 8月3至5日 一定是去支持姜濤的演唱會 還有大家記得 不知道這次買票的情況是怎樣賣 究竟他又通過電腦系統還是怎樣呢 如果通過電腦系統 嗯 高登仔近來 在電腦系統買票 都有一點點心得 我自己近來的手氣都不錯 基本上如果要在網上撲票 關於姜濤的活動 基本上是可以買得到100% 所以我都很熱切期待 他今次這個消息 一定是Muckerville自己放出來的 這樣放得出來 我相信如果以往賣票的程序來講 我相信很快5月頭 就是可以買的了 到時候大家準備好錢 都不是錢的問題 你要準備幾部電腦幾部手機 哎呀 慘了 高登仔的電腦一般 用手機也是一般的 真的要加速大家快點去支持我每一段片 看我的片 超級感謝我每一段片 大佬快點去買手機 因為我又要去馬拉 又要去撲票 我想5月頭就可以撲票了 我自己也奉獻大家 這次我告訴大家 應該是有史以來 最多人最難撲票的一天 因為我相信阿博館 就算開三天場 不是太多了 但是我相信不夠容納所有姜濤 因為老實說 你都不會只看一天吧 你會看三天吧 而且老實說 如果姜濤第一次開演唱會 一定會做到 因為八月三號至五號 三號就是星期四 五、六 即是說它的尾場 第三場尾場 就是星期六 肯定大家會先撲進去買三月五號 我自己有些想法 如果大家真的到時候去買票的話 大家一定會首選三月五號 我告訴大家 當時肯定爆到七彩 所以我自己的策略 我自己 可不可以講出來 算了 我講出來和大家 你們自己決定 我自己就會買中場 八月四號 因為我相信 我相信 頭場和尾場一定是最多人搶 當時肯定很快沒有票 所以我自己的第一選擇 我會先買八月四號 然後我才會買八月五號 再八月三號 這樣買法 即是如果它要逐一逐一買 所以如果大家 因為當時應該很多人去爭 爭入去買票 我自己的策略 就是先買中場 因為我相信 我相信 姜唐肯定會爭 星期六的票 接著就爭 頭場星期四的票 接著才爭 4月5號中場的票 因為他們有先後次序 這樣買 你不可以一次過賭光三天 但我不知道 可能頭場和尾場 都會很多人看 所以我自己 當然三場一定爆滿 就一定沒有懸念 肯定的 但如果到時候買 我就會買中場 希望搏 大家少跟我爭 起碼我都有一場看 如果到時候搏 那些星期六 和頭場 萬一搏不到 我就三場都沒得看 所以我就搏中場 那些人先 這個個人的分析議員 如果你們覺得對 你就照做 如果不對 按自己議員 如果大家可能星期六 比較有空的去看 那就買了星期六 但是當然 最後來 都要去到 公布消息 才知道 才知道 怎樣去做 我們都熱切期待去看 到時候 究竟有什麼 演唱會 怎麼買 當然 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花生的安排 就是 原來你仔細看 姜濤有三場的演唱會 Anson Lo有三場 Edan只有兩場 Jer也會有三場 有些人就說 咦 為何Edan只有兩場 老實說 如果我 即是我 如果做搞手 我想姜濤 我起碼會給五場 其餘的那些 就少些 因為我自己 感覺上 姜濤的粉絲一定是最多 我覺得三場 是容納不完 一個粉絲不單止看一場 而姜濤的支持 姜濤就肯定 你搞多少場 他就會入多少場 老實說 這個一定 所以姜濤應該是多場 但至於Edan為什麼兩場 有些網民就說 會不會是他不夠粉絲入場 我不知道 我不夠膽說 我也不想 講其他MIRROR成員 那麼多這些 至於Jer 反而有些網民就說 Jer搞三場 是吧 究竟買不買到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如果以我們自己行內的了解 如果 他們四個開個人演唱會 幕後 即背後一定是有贊助商 而贊助商 因為他保證的程度上 是會左右開一個長數的 譬如 可能我的贊助商 究竟 覺得這個名色 我可以開 因為開多少場 跟他的贊助金 是很有關係的 至於你說 贊助商 究竟可以拿到 多少%的門票 而多少%是公開發售 暫時未知 但如果根據以往 演唱會的慣例 贊助商 其實可以拿到一半以上 到時候 大家就會擔心 究竟 有沒有這麼多票 給外來的人買呢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說 如果贊助商拿的話 我現在不知道 誰贊助 可能到時候 贊助商拿了之後 除了給自己的職員 親戚朋友之外 他可能會搞相應的活動 因為現在還有三個養物 相應的活動 去給大家去搶票 或者抽票 好像 那時候 我記得好像是 不知道是CSR還是1010 他都會 不知道 還是電訊營科 我忘記了 總之你 裝他們的上網計劃 就會有演唱會票 那時候MIRROR 或者是 你買一定程度的保險產品 就可能有些票送 我不知道 可能有這樣的玩法 這些就是 其中一個玩法 另外 我想 如果贊助商 如果 一半以上 大家都不用擔心 因為 阿博館 就是看一下它是什麼場館 應該都是 照樣 都是舉行演唱會 其實都很多位 所以大家都放心 希望當時 有機會 是可以 撲到 不過如果 我老實說 如果 如果 真的有MirROR 或者姜濤 聽我這條頻道的話 如果你們送票給我 送票給我 讓我送給 我的聽眾 可能搞些遊戲 送給我的聽眾都可以的 如果 譬如姜濤或者 MirROR 或者職員聽到我這條頻道 跟高層反映一下 我這條頻道很支持姜濤的 我只要姜濤的票 可能送幾張 可以送給我的聽眾都可以 容後公佈了 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 這樣吧 所以 這一個 真的很令人振奮的消息 也是 逐漸可以看到姜濤 在今年的發展 是非常良好 雖然她不是一個人開演唱會 她還要爛了其他三個MIRROR成員 但是 她如果真是獨立自己唱歌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的 譬如 如果 我估計沒錯 她就有十一首單曲 去到八月幾的時候 如果說十一首單曲開一晚演唱會 其實是足夠的 加上其他合唱歌 好像我之前的分析報告 她還有很多合唱歌 還有外面非十一首單曲之外的 一些正式的唱歌 只是唱無可取代 都是好聽 所以 有很多歌 她足夠分量 歌曲的數目 所以 我也可以解釋一下 為何會開這四個人演唱會 因為 我想她們的單曲數目 是足夠應付一個演唱會 因為 如果你少 你少 單曲的話 你是很難開演唱會 難道你一路唱一首歌 中間夾個棟篤笑在這裏嗎 對不對 這樣就不行的 說明演唱會 表演家演唱會 當然是唱歌 所以姜濤一定是在這個演唱會裏面 是最高的份量 和內容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 大家 當時撲飛 如果她公佈了撲飛的情況 我亦都會 和大家分析一下 如何撲飛的攻略 是這樣的 OK 現在 高登仔手頭上 就有去年MIRROR演唱會的票 這樣 看著這疊這樣的票 我真的 不是太開心 因為 很久很久 Makerview 都沒有消息 何時可以補回票給我 何時可以看回 我就不推票了 老實說 我就保持這些票 所以到她真的開演唱會 給我聽為止 因為我不是要錢 我是要聽姜濤 OK 雖然剛剛說到姜濤 就會開個人演唱會 但是 個人演唱會還個人演唱會 MIRROR演唱會還MIRROR演唱會 分開 因為感覺和氣氛是不同的 對不對 雖然我自己 都更加熱切其他個人演唱會 但是 所以 這個世界說 有東西 就一定要還給大家 對不對 去年 斷開了的演唱會 緊急終止了的演唱會 到現在 終於有消息 希望補回票給我們 這個消息 就由傳媒發貨 其實昨天 那段片 我也想說 這宗消息 但是 幸好 幸好 昨天因為姜濤多新聞 所以我暫時把這宗新聞押後了 因為我知道 肯定又有些問題 因為昨天我聽到 昨天我聽到 一個消息 就說MIRROR演唱會 即是網上的消息 MIRROR演唱會 就好像聽到第一輪 即是第一次的消息 就說 他就會在這個 看一下 好像是7月份 7月份開這個MIRROR演唱會 即是重開 但是 但是 已經否認了 已經有否認了 因為那個消息 就說MIRROR 就入止洪館申請檔期 就說 就在這個 今年7月份 就再開訴 MIRROR也都已經很短時間內 否認了這些報道 被澄清 並非事實 因為為什麼呢 幸好昨天高登仔 沒得看到這些消息 好像其他YouTuber 立即淚進去說這件事 因為已經澄清了 不會在7月 因為其實我也知道 他說 申請入洪館 再排7月的檔期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現在他說 主辦單位 暫時 禁止租用康民署場地 因為去年那個MIRROR 墮評演唱會 都被康民署禁用了 所以要轉做其他開訴 所以你說入止 申請這個洪館申期 我自己都覺得 非常之不可信 然後他就希望在其餘的地方開 終於去到比較有確實的消息了 剛剛就說了 昨晚很晚說了 他就說 一如這個消息 我也要說一說 免得一會 又錯 他說一如 就傳出了這個消息 終於就說MIRROR的演唱會 當然是補票 不是全身 你補一張票給我 對不對 他說在2024年的1月舉行 將會在哪裏舉行 他就會在這個 疑似阿博館那裏舉行 可能跟剛剛 姜濤個人演唱會的地點一樣 阿博館 因為阿博館就不牽涉洪館的製作單位 因為MIRROR的製作單位大過文化 是因為犯了涉嫌 犯了租用條例 所以他就不可以用康民署的地點 所以這次一如說得沒錯的話 消息就會在1月舉行了 所以大家 首先最重要的是 麻煩大家 先找回大家的票出來 先找回票出來 不能夠不見 要不然 他就當你是沒有證沒有據 他就不會補回票給你的 當這個消息一出的時候 大家都為之著弱 希望大家都可以補回票 還有 他當然也會有說到 如果除了我們去年有持票的人士 可以進入場 我不知道他怎麼安排 譬如說 看了頭四場那些 看了頭三場 理論上 不能看 因為他們已經看了 但是 我是第四場進去 發生了突然間停了 我 有第四場的夢票 你是不是給我 你應賞是 你不要到時候 補回半場給我 我真的 真的 就馬上反胎 其他的票 究竟你是不是怎樣補 如果到時候 你跟著順序 譬如我有第六場 和第七場 你是不是補回第六 還是第七場給我 還是 你原本有的場數 你補回差額的場數 還是你開足這麼多場 譬如說 一至三場去年有買票的人 我也有心靈創傷的 看完一至三場那些 那你是不是給回優先權 去年唱一至三場那些 當然你也要有買票的紀錄 對不對 這件事真的要拭目以內 還有一件事 剛剛我也想說 如果姜濤個人演唱會 以及今次這個 如果 如果跟著網友說 他應該會開多個 去年洪湾演唱會的場數 多出場數就會公開賣票 那會不會今次 給回 起碼 我自己覺得 起碼給Miro 的成員買 對不對 我自己離身 我自己是加入Miro 雖然有很多鏡粉 就說一定要退脫 但是我一再分析給大家聽 如果我們自己姜濤在Miro 在Miro的會員裡面 現在盛傳有7千多人 如果Miro的分析少 姜濤的分析少 當時如果萬一去玩Miro 投票制 投票一些決定性的安排的話 那我們就很少人 還有如果我要收到消息 我一定要加入Miro去處理 我也是代大家參加 我也是跟大家說 我自己就一般的 加入Miro 但是我之前 我都一貫這樣說 我自己呢 你們可以不參加 但是我高登仔是要參加 因為我需要收到我的訊息 還有可以知道究竟他們在搞什麼 如果萬一他們玩投票 是不是 裡面十二指的粉絲都在一起 如果萬一姜濤是少的話 那就好吃虧了 有時候高登仔是要想得長遠一點 是不是 我要幫大家投票 我要幫大家去收消息 是不是 大家不一定要加入Miro 但是我是要加入Miro 我起碼在裡面 如果有時候玩投票 就說 我們現在投票 究竟給不給Miro 可以優先買 優先買這個Miro演唱會 甚至姜濤演唱會 甚至是我們會不會公開 有一些可能 立刻可以加入Miro的東西 嘩 如果當時姜濤的份量少的話 那我的權力 就會落在其他人的手上 所以不是這樣玩的 高登仔是比較長遠一點 所以大家放心 我一定是為姜濤的利益 打好最長遠 以及最好的選擇 所以大家放心 還有我在香港 是不是 我所有的消息 一定是第一時間可以知道 以及我第一時間去到地點處理 是不是 就算他現在玩到 我們現在就不玩開電子售票了 我們要立刻開去view准步 九龍灣九展那裡開賣 因為九龍灣九展都有 可以賣票的 可以有票務處的 那我也立刻可以飛的士過去 九展那裡買 所以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需要收到各方面的消息 我的第一時間 以及我可以立刻 你就算 我告訴你 你就算在元朗買票 我也可以馬上乘的士過去 所以你放心 很簡單 高登仔一定可以幫到大家 甚至其實 有些海外的朋友 我自己認識了加拿大 是不是 有些美國 我的姜濤 有時候都回答我幫忙做一些事情 我也很樂意 因為高登仔現在在香港 是不是 我在香港 我一定是比其他在第二處住的姜濤 更加快去處理到一些事情 有時候他們可能覺得 搭其他人 或者搭一些後榮位的群組 反應得不快 因為我很快可以反應到他們 所以你要加入我的Facebook 姜濤頻道 還有IG 對 差得太遠了 所以 這次MIRROR演唱會 大家要記得 第一 你現在要開始 我提醒大家 第二幾件事 第一件事 你要先拿一張票出來 有時候人很有趣 如果你覺得那件事很重要 你通常保管得很好 但問題就是 當然你保管得很好的時候 最終是找不出來 所以你們現在 聽完我的頻道之後 先聽完我的頻道 先去找一張票出來 你要看看有沒有爛 對不對 有沒有爛 還有 我不知道MIRROR演唱會 究竟 他要將票的完整度是怎樣 有些是可能 我聽有些網友 他跟我說 有些可能已經炒了 還有一些摺痕 去裡面想印的東西 可能有些會蒙擦擦 所以大家 記住 還有 還有一句 如果你就算今天 找到一張完整的票出來 你也要記住 我教大家一個方式 以往都照顧 你就拿你的身份證 對不對 你拿你的身份證 還有你那個 活票 就是MIRROR MIRROR演唱會的那張 就是拍一張照片 做一個記錄 做一個記錄 如果萬一你將來 那張票不見了 或者吃了 其實我之前在那段影片 我也教過大家 一定要先拍一張票 如果萬一 你知道這個世界 有很多意外發生 這樣 就把那張照片 傳上雲端也好 怎樣也好 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就要整好 那就要保留 第二有機會 買票的時候 都找回我的資料 當時可以補回那張票 所以大家要記住 記住 去保留好序 因為始終 這一次 一月份 都來 現在都有大半年 如果當時 有機會 去看這個演唱會 那時候 大家都要記住 立刻去處理好序 千萬不要等 一等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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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了 知道嗎 OK 昨晚 就再釋放了另一個自家品牌的宣傳活動 就在這個Style的SCMP 他就拍了一個短片 穿起它自己自家品牌的服飾 去做宣傳 開Style的雜誌 他拍攝的地點都是香港的逆居 就在中環的一間酒店 是一個24小時住房式的酒店服務 非常帥 雖然短短的一個短片 他就 盡顯那個帥 他就 說了 大家Hello 他就是這個Style by SCMP 他裡面 就穿到 他自己的品牌 就這樣看 應該是那件西藏外套 就是to be kind的字眼 還有他自己的一件 我相信是一件薄的衛衣 都是兩個心心 這樣 出了一個自家品牌的宣傳 我相信這個自家品牌 都能夠給到大家的一個滿足 因為 雖然這個自家品牌 他自己是一個男裝 但我後來都跟大家說 其實我自己看是似中性多些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努力去嘗試買 有很多人就讚嘆他穿這個配搭 就非常之型仔 還有很帥仔 大家都心心 有很多人說 搞不定 真的太帥仔 看見都暈了 還有也有很多人說 這個Style 像那些霸道總裁 因為是一件薄衛衣 加一件西裝外套 加一對休閒服的鞋 西庫 西庫也是自家品牌 所以這次就很好 有很多人就說 咦 他上這個時裝雜誌Style by SCMP 是一個很好的宣傳 因為他的宣傳雜誌 講述了一些名人 和一些型男 穿一些漂亮的衣服 去宣傳一些品牌 這次姜濤就不是宣傳他人的品牌 這次他就是宣傳自己的品牌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都感目共睹 希望在自家品牌那裏更加發光發亮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他的品牌 這段片真的很帥仔 所以說 如果在香港來講 香港來講 他自己一個自家品牌的宣傳短片 這個是率先釋放得到的 可想言之 姜濤去選擇宣傳雜誌Style by SCMP 應該是他自己一個滿懷信心的媒體 所以這個媒體一直以來都是支持姜濤 他也沒有像其他媒體那裏抹黑他 或者是說一些不實的報道 所以大家要記住 都是要買這本SCMP 即是我的Style 就當是支持姜濤也好 或者是怎樣 當然他的自家品牌 大家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爆他 千萬不要留手 一定要繼續努力去買 買到斷貨為止 所以這次他在香港第一個宣傳片 真的非常帥仔 還有我想這個宣傳的影片 一定可以幫他增加大家對這個品牌的認識 還有最重要是他自己是一個模特兒 他自己去宣傳自己的品牌 也是合適不過 也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安排 所以大家就記住去努力去買 千萬不要讓他停 這段影片值得去看 其實這段影片很簡單 你自己去打一個HashtagStyle by SCMP 或者姜濤已經看得到 還有今天也有很多影片 對吧 大家就繼續去吧 另外一個好消息就是 4月30日就是姜濤生日的大日子 在姜濤日就已經預知到太多太多活動了 如果作為一個姜濤 那天辛苦了 要走遍全香港不同的地方去慶祝姜濤生日 如果你們都可以參與 那當然最好 我自己的姜濤生日 都會盡量全部地區都走遍 去參加 又介紹一個活動給你們 這個活動應該是非常之好 適合一家大小去參加 話說原來在4月30日就有一個驚喜 這個驚喜就是銅鑼灣時代廣場 安排了阿媽有了第二個特別場次 還有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那天買票的話 你就會得到一張明信片的紀念 紀念明信片 就是阿媽有了第二個紀念明信片一張 而且如果你買到那天入場票的觀眾 也都可以得到另外一張假 comment box 有兩樣禮物 還有一件事 當日如果你買到這一場特別門票的戲 我將這個戲票 是印有這個特別版珍藏生日的戲票 這樣就可以給大家收藏的 還有那個紀念明信片很漂亮的 那個紀念明信片你記不記得 上當日姜濤固住 失落了金像獎 阿媽有了第二個電影原創歌曲 《風雨不改》之後 彭秀慧就是阿媽有了第二個導演 出了個帖子去鼓勵姜濤 亦都釋放了一張當日未曾公開過的劇照 這樣就是阿彭秀慧釋放的 那這一張明信片 正正就是阿彭秀慧當日釋放這一張劇照 用來做了這個 剛剛有了第二個特別明信片一張 如果當日買了當日的戲票 就會有這張紀念明信片 非常值得收藏 因為這張照片從來未曝光過的 讓大家拭目以待 430的確很忙 有很多網友就說 一定要買這張門票 這樣就要看 基本上大家都說得對 4月30日就非常忙 這樣就 當日又要去這個慈善行 又要去不同的地點 包括銅鑼灣、旺角 這樣 還有尖沙咀 都要有很多的生日運動 這樣 這樣 真是分身都不下 這個特別場 我看回資料應該是上午11點 上午11點 那張票就會特別印著 一個Happy20歲的Birthday to姜濤 這樣 4月30日 這樣 星期日 這樣就會是早上午11點 早上午11點 就有一場特別紀念場 接著有很多網友就留言 首先 就好多謝 英王這次這個特別場去 支持姜濤這套 阿貓座第二個 還有另外有些網友 就可不可以在那個 英王那個戲院留言 就說 可不可以加多一場4點呢 因為呢 很多姜濤 早上早應該是去了慈善行 早上就去不了 但是我也想說一句 其實呢 不是全部姜濤都去慈善行 有些姜濤可能 那天早上有其他事情做 或者可能照顧小朋友 或者照顧老人家 所以去不了 但是呢 可能照顧得他們來 可能11點他們有機會去買牆 這樣 所以呢 就 基本上 現在暫時 暫時就一場 不過呢 我想 英王戲院 有機會 有機會 聽到大家的意見 可能會加場 都不頂的 所以 大家 大家 拭目以待 究竟 這個 剛剛有了第二個 看看會不會再加場 不過 我自己覺得有心的 今次的活動 起碼都看到 英王娛樂 那個戲院 有心去 慶祝姜濤的生日 始終這一套戲 背後都是英王娛樂去出資去拍 所以對於這套戲呢 英王娛樂都雜無旁貸 一定要去全力宣傳的 所以 所以這一個這樣的品牌呢 都是要值得支持的 還有當日姜濤生日真的太多活動了 那我一陣會說 這個就是4月30號 在這個慶祝4月30號的期間 有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近來呢 高登仔就和一些網友在那裡聊幾 就發現近來就有一些網絡媒體 就呢 反過來 就做一些叫做傳統媒體的事情 那我一陣會跟大家說是什麼 近來呢 就有一個叫做 IG或者Facebook 他都有的 就專發放這個MIRROR的消息 那就是說基本上呢 你想看姜濤啊 Anson Lo啊 或者其他Edan或者Ian 或者其餘Tiger MIRROR12字的消息呢 他都會在這份報章那裡刊登的 不過呢 有一件事就是說 因為呢 他最主要是講MIRROR 那所以呢 有一些鏡份當然會喜歡去看 但是如果各自一個MIRROR成員 有機會呢 因為他會報導了所有人的消息 而這些消息 其實基本上呢 你在很多頻道都可以聽到 所以呢 我那個吸引力呢 就是聽網民說 其實我沒有看過的 我看過一兩篇 那就是一些很簡短的文字描述 和一些圖 那全部的消息呢 都是比較容易手一點的 那你說 是不是一些很獨家的新聞呢 就不是 就是類似一些發布消息的平台 那他呢 那他呢 就 因為他都大篇幅是講其他 他沒有專門講其中一個成員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因為近來就 就是 有很多成員都有新聞 所以他裏面沒有說單一一個成員 不過裏面的資料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如我高端仔講一些資料 基本上呢 大家都可以在我的頻道聽到 那但是 近來呢 有一個 有趣的東西呢 就說呢 他呢 就搞回姊妹 什麼叫姊妹呢 原來呢 他就唱這些這樣的 不是獨家消息啦 就是叫做在網上發放的消息 就反而編印出來 那他就自己定立 就編 每個月就編一張出來 那就歷刷MIRROR這樣 編 可能幾張 就是如果我就這樣看啊 如果有錯 那他就可能編幾張的紙 譬如他在說 這個 其中 十二指呢 其中一個呢 就說Anson Lo concert 7月23至25 說Anson Lo 說Edan 當然也有說阿章的 當然也有說姜濤的 但是 就是 看到他們印紙 我暫時未見到最新那個 那 印紙呢 就會呢 好像弄到 一張紙這樣 那樣 就好像 一張A4 那樣 叫做一行兩紙 的海報 那樣 其實我也不知道 究竟 他會 好像印一個A3海報 譬如可能最新的那個 5月的 他就會印了Anson Lo的 西九音樂節 奴慈莊 印了Anson Lo 還有印了Ian的 最新的首歌 《泡泡無美紅》 還有他都會印了姜濤的 姜濤的 多謝唱歌的紙張 那樣 也都會介紹其他 例如可能介紹一下 名案 總之都是以這個 叫做 姜濤的密切留意 封面就會以這人為主的 例如12號 至於姜濤 是否姜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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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知道 有些姜濤就說 我請我聽專門講 姜濤的頻道就算了 當然 我就沒有什麼意見 如果你們喜歡 專門報姜濤的頻道去看 但如果這篇 這些紙張 就是會報道MIRROR那些東西的 還有他就會賣東西 譬如可能賣一些collection 有些賣東西 就賣東西 銷售地點 就在深水埗 這樣 不特別了 我亦都沒有特別研究 不過有些讀者就說 原來很有趣 他們都覺得 因為聽過我的頻道 都知道 現在網絡媒體的興起 跟姜濤的發展是很有直接的關係 反而現在有網絡媒體 就反過來 因此去做一些傳統媒體的工作 其實我自己沒有什麼大大意見 不過我自己覺得 無需要去反過來做 因為其實現在一定是網絡媒體 前幾天我出了一篇網絡的網絡人氣 裡面都分析回傳統媒體 和網絡媒體的差異 即是1比20倍 即是傳統媒體出一宗新聞 網絡媒體已經出20宗有關相關的報道 所以大家基本上 拿著一部可以上網的手機 去加一些相關的媒體 看到姜濤的新聞 就比出這些紙張容易 所以有網友就覺得 這些網絡媒體 反過來做去印這些紙 第一 究竟有沒有人看 是一個成問題 第二 他散發的情況 就是去一間 在這個西九龍拿的 我住在新界地區 又拿不拿到呢 而且他們拿這些紙 就要限會員購買的 銷售就要加入會員 這樣才可以買的 但我心想就是 你又要別人買你的紙 又要去到深水堡銷售 然後又要是會員才買 這麼麻煩的事情 而且你們的消息 又不是說真是很獨家 始終都是一些網絡的消息都有了 所以究竟那個受歡迎程度 我不知道 不過我自己覺得 不要反過來做 其實現在都是網絡的時代 我的消息都是網絡出多的 所以現在出回紙 我就真的好有保留 究竟是否會成功呢 我不知道 但是 都是我說一句 如果你都是報姜濤的新聞 我是欣賞的 但是如果你說 報道了MIRROR十二紙 那會不會順得歌情失所意 我不知道 很難去評論這件事 不過 拭目以待 如果他搞成紙媒 可能都是一個出路來的 大家可能 開始不看網絡 看紙媒都可以的 不過這個 反過來的逆向情況 我看現在的機會是不大 但是我當然都是一個正能量 我都希望所有的媒體都會成功 OK 要說回4月30日 遲善行的一些消息 剛剛這個姜濤TREASERY ROG2023 釋放了一些消息 就說這個 當日4月30日一些安排 大家就敬請留意 當日就會在科學園第二期金彈開始 那個交通的方法就是 去大會就會有大會活動巴士 當然之前已經購買了乘車券的參加者 才可以承搭這個大會活動巴士 這個大會活動巴士 就會當日4月30日 就會安排來回給參加者乘搭 如果大家之前已經購買了大會的巴士乘車 記得在自己選擇當日乘搭的時間 因為當日的遲善行會分批出發 就會不同時段出發 所以在車程方面都要自己預計 如果譬如你那段時間 預計了多少點出發 就早10分鐘就去集合地點 那我將乘車證 亦都會有騷擾我的時間 一個路線就是這樣的 上車路線就會在大埔區 港鐵新達廣場 HR出的4月30日 就會來回 科學園有來回路線 還有記住 是一定要出示實體巴士車票 頻票車票 如果你出示不到 你就算有相對的 他的數碼證據 亦都是不能夠上車的 他一定要有一個真真正正的實體車票 才可以去到的 OK 還有他當時會看 如果你要是根據選擇的乘車時間 他才會讓你上車的 回程呢 亦都會是最後一個班次 回程呢 回程呢 就是早上的11點 那麼 座位有限 先到先得的 就是 講給大家聽 回程 是未必一定有 但是去就應該會有的 OK 那大家知道 那麼如果大家 沒有一個實體車票的話呢 即是好像高等仔 那就可以自己自行乘搭 當然你自己開車去都行 但是拍位要留意 早點去拍 很多可能 很多姜糖的另外一半 就會開車接送的 開車接送的 到時候可能 兩個都一起去參加都未頂 大家就要留意那個拍車安排 總之去科學園的路線圖就可以了 還有呢 當日呢 每一個參加者都要掛號碼牌 才可以入場的 如果沒有掛號碼牌 就未必會讓你參加或者入場 憑報入場 不是好像之前有 流馬車亂入馬拉松 那樣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掛號碼牌 但是呢 有機會是被人趕出來的 OK 行不行 那這個詳情 4月30日 科學園 那就全場1.5公里 要30分鐘內行 即是就走完 這樣 早上8點開始 那就是下午點半 最後一節遠 那大家記住 準時去 那就有這個頻票入場的 那如果公共交通工具呢 你就可以搭港鐵小巴或者巴士 如果你搭港鐵呢 就可以兩個站落 一個呢 就是大學站 那麼大學站 走出去呢 就要272K 那麼坐巴士就可以了 如果你沙田站落都可以 那麼轉成27號小巴 那麼比較遠一點的 那麼大家自己衡量時間 那麼如果你說小巴呢 當然剛剛說 27號 就在沙田站 那麼就可以在這個排頭街那裡上車 那麼在科學園那裡來回的 第一樣東西呢 就是這個806A 那麼就在這個黃麗頭和大埔的混頭堂 那麼就中間你可以在白石角的 那麼806B呢 也都在石門 沙田石門那裡 那裡或者混頭堂 那裡來回 那麼就中途經過白石角 那麼就下車就OK了 那麼巴士呢 剛剛說呢 在大學站的272K 那麼就在大學站那裡下 就是在這個科學園那裡下 那麼或者呢 就在觀塘74D 那麼就來回這個大埔九龍坑 經科學園下等等 那麼自己 欸姜糖準時了 準時到了 準時自己適時 適時到達 那麼不要遲到啦 一遲到就沒得進的了 OK 那麼大家留意交通安排 當日呢 相信都會很多人一起去這個慈善行的 那麼當時就 大家可以一起參與啦 很開心啦 那麼如果大家走完 可以如果和老人家小朋友呢 一起可以在這個科學園那裡走一下 那麼周圍很多地方的這樣 那麼參加完這個過半小時的慈善行之後呢 就有很多地方一起去參與一下玩一下 那麼也都可以的 那麼有很多好多得意 還有很多漂亮的風景啊 那麼當時都有很多打卡位的 那麼大家記住記住啦 那麼提醒大家去啦 那麼近來呢 那麼近來呢 就是我高掌仔都和我的觀眾啊 聽眾在那裡聊天 那麼發覺呢 哇 近來的那些行程啊 活動啊 真是多得很厲害 因為我想第一件事 因為接近她生日 那麼接近她生日呢 就肯定呢 就肯定是很多活動的 那麼有時候呢 他們自己記錄姜濤的活動呢 因為太多呢 有時候都怕亂 那麼我說不用擔心 那麼一來呢 你可以聽著高掌仔這條頻道啦 那麼高掌仔這條頻道 一定是最新最update的所有資訊 那麼 那麼 那麼跟著就說 其實他們有時候有些老人家呢 真的需要很仔細呢 那麼就去 展示回所有資料先 有時候他們都不是很習慣看電話 我說不要緊要 那麼如果有機會高掌仔 就做些charge 去給大家看啊 大家按照我的時間表啊 這樣去做 那麼我自己都籌備著 那麼有些我聽見的頻道的聽眾 都幫忙弄一弄這樣 幫忙弄著 那麼呢 不過呢 如果在我弄著的時候呢 我自己都不是一些真是銷售獨家的東西 我自己一向都是 說一句 我都是自己說 越多人去做姜濤的東西越好 那麼所以呢 其實網上呢 都有不同的姜濤呢 都會有一些schedule啊 即是姜濤的來年的 不是 未來的活動的時間表啊 地點都很詳細 不過呢 有一些呢 就難去看啊 所以呢 高掌仔可能日後呢 都會做一些這樣的時間表呢 去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麼近來呢 我都看到 若干的一些姜濤呢 在自己的IG那裏呢 都做了一些 不同的活動的時間表 給大家參考一下 不過呢 我自己覺得就 可以做得多些 還有一些字大些 那麼就可以給到一些 譬如可能有一些 老花啊 這樣就很難看的 有些太小的字 所以呢 但是我也欣賞的 我也欣賞的 那麼好像近來 我都看到一個schedule 就做得都不錯的 譬如是說近來 我們有幾個重要的東西 譬如可能是 這個chip club的投票男歌手 那麼4月30日投票截止 所以借機會 即是宣傳一下 那麼早點去吧 那麼 那麼 還有啊 譬如說這個 今天這個 這個to zero的發佈會 那麼他都有提到 那麼記住去吧 那麼還有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4月28日 那麼就說這個 MIRROR的 MIRROR的 見面會 的 中籤的 網站 那麼就去看看了 那麼還有很多 譬如可能 新世紀廣場 無堂演唱會 的見面禮 今個禮拜六呢 也都會舉行的 那麼大家就快點去看了 那麼當然 最厲害就是今個禮拜日的 沙田的 科學園的 姜濤慈善行 那麼我看到這些地圖 我自己覺得很暖心 很暖心 在呢 除了 譬如可能 高登仔做這些頻道 就方便大家用耳朵去聽 或者是可能看那段片 那麼大家得到姜濤的最新資訊 但是坊間 或者網絡上 都有很多 很多有心的姜濤 譬如可能做這些 這樣的時間表 做很多留意的細則 安排 究竟每一個活動 我們要做些什麼 等等 那些事就要用眼看 不過可能這個時代 大家都知道 用眼看資料 是很貴的 你想一下這件事就知道 用耳朵聽 是相對便宜一點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用耳朵聽 你可以在手做其他事情 譬如可能高登仔 平時可能看這個 阿貓祖第二個 或者是這個 桂池在話題 其實 如果沒有姜濤的氣氛 我通常都是聽的 聽或者非的 聽的期間 我就找些資料 找些資料 今天講姜濤的新聞 究竟是什麼 然後去 否釋給大家聽 這樣一路做 所以聽是比較有效率 所以呢 你聽高登仔這條頻道 就對了 因為高登仔這條頻道 最主要就是給大家聽 聽我說話 聽我說一些消息 姜濤的最新生物 一定在我這裏 最多 和最齊 所以 大家 我也知道 如果大家 坊間都有很多姜濤的 不同的資訊 大家 有興趣便去聽 我覺得 百花齊放 最重要 我自己覺得 我們自己千萬不要亂 是不是 我們自己千萬 大家都支持姜濤的頻道 大家支持姜濤的 一些不同的姜濤 大家都要互相支持 是不是 即不是一些 你死我忙 例如做這些時間表 我看網上 很多人都做的 是不是 我見到有些 不知道是Haters 還是怎樣 他就說 你做得很噁心 你看看誰誰 他做得更漂亮 我覺得這些言論 不應該 也都不是姜濤應該應有的態度 我自己都覺得百花齊放 所有的消息 所有的頻道 應該百花齊放 才幫到姜濤 你不可以 他踩低別人去抬高自己 而且我覺得也不是 正如我之前所說 有些姜濤的頻道 就說到 某些頻道就不好 有些頻道就做得差 別人的頻道不好 不代表你會成功 你弄死別人的頻道 不代表你會好 還有姜濤的頻道 不是每一條頻道都可以 有自己個人特色 他們各自各有特色 我覺得百花齊放就最好了 所以我看回這次的時間表 有感而發 其實有很多姜濤都有這些 心思和心意 令到大家都可以 進一步收到姜濤的不同的訊息 這樣就相當之好 相當之亂心 所以我自己的立場就是這樣的 你們有任何姜濤的消息 只要放在網上 我們都一定支持 一定鼓勵的 好嗎 正如你們支持高登仔 這條頻道一樣 我也很多謝大家 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以及每一段影片的超級感謝 都對於姜濤 而言 或者對於高登仔 都是一個很有力的支持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每一條影片 給一個超級感謝 以及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讓高登仔可以 早前繼續買一部notebook 就可以一路去 活動 不用局限在家 不在家裏做影片 可以一路走一路 可能去到姜濤灣 找個咖啡場坐下 然後在我的手提電腦上面 就印姜濤的樣子 那你就知道是高登仔 在做影片 可以的 就過來打聲招呼 但是在我買到這部notebook之前 大家繼續支持我 看完所有的影片 多看幾次都不要緊的 好 今天姜濤的中日新聞 2023年4月27號 就是這樣 明天同樣時間 我們繼續見 拜拜 請問好 我請問我 你請問我 會不會 好 我不會 我不能 過 就 你 你 想